近一点,近一点,哇,一大桶 大家看一下,一大桶,一大桶,哇,这里边有 有那个石蟹,还有青蟹 哇,这里有二十几,三十只呢? 很多了,三十只应该有啊? 应该过了,你们是哪里来的,是外劳是不是? 对啊,是哪里啊? 越南人,越南? 对啊? 哦,你来自外国? 对啊,很年轻哦,你们都 二十几岁哦? 没有啦,差快四十岁了 你,谁?她? 她三十六岁了 对,她稍微的比较大一点,但你很小 哦,她会大一点,三十几,四十岁 三十八岁 三十八,对,三十八四十岁 对,你就小啦,你就二十,最多二十五 我二十七啦 二十七啊? 对啊,哈哈,你们来台湾多久了? 我来六年了 你都六年啊? 对啊,那你不是二十一岁就来了? 你二十七岁啊? 二十一,二十二就来了 对啊,喜欢台湾吗? 喜欢啊,喜欢啊 你为什么你讲国语比他们两个好像还好一点? 他们刚来的 哦,你们是刚来的? 刚来两个月而已 才刚来两个月,你不会说国语哦? 还不会 还不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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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文问候一下大家 你好吗?那个怎么说越南? 呃,讲个吧 讲个吧? 对啊,讲个吧 讲个吧 哈哈哈,讲个吧 OK,OK 你们做了做了多久才有这么多啊? 一小半桶呢? 还蛮到两个小时 不到两个小时 对啊 哇,厉害厉害 我都被你们抓光了,我没了 哈哈哈,厉害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哇,今天晚上真开心 在这里呢,我今天做了一个工具啊 做了一个工具来抓螃蟹 居然碰到一般越南的外劳 三个越南外劳朋友 啊,我今天呢,做了一个工具 哈哈,这个呢 哎呀,也是模仿一个那个YouTuber 那个做的 但是呢,跟他肯定是会不同啦 我先首先呢,是绑了一个节 一个活动的节在这个前端 活动节 然后呢,就拿着那个 其实我这个县城这么好 有一个县城的这样的宝贝 那么就是 沿着这条线 我就把它绑好 绑紧,前面绑紧 然后呢,做一条活动线 活动线呢,做两个活动圈 来固定这个,这条绳子 固定绳子 嗯,然后拿着一个 水,水喉,水喉通啊 要水喉通 短短的,大概不到一米长 然后沿着这个水喉通 然后沿着这个水喉通 把这条线就放 放在这个水喉通上面 那么一看到螃蟹的话呢 就伸到它的洞穴里面去 伸到洞穴里面 利用前面的这个圆圈 活动圆圈 绳子一拉 就把它 把它这个 这个钳子给它 枯住 把钳子给绑住 然后就把它拉出来 非常的好用这个工具 但是有些螃蟹很聪明啊 变成了你根本就没办法 引入它的肉货 肉货它的那个钳子 伸到我的这个圈圈里面去 它就会躲了 会跑掉了 所以今天晚上我才抓了半个小时不到吧 但是因为都配这些越南的朋友都抓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剩下的刚刚抓到两只而已